环球大舰线观众朋友大家好 网络直播版本时间今天邀请到是黄真辉舰长 大家好 谢谢各位所在一幕面前 对我们今天聊海上当然绝对舰长是最适合的人选 今天舰长会帮我们解释非常非常多 有关于海上的一些布局状况 包括我们要来聊聊航母打击群 旁边或者是他的上空等等 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战斗群 才可以发挥最大的一个战斗的作用 另外我们也要来看到现在520前行 前夕共军也加大扰台的力道 我们可以看到电子情报也征搜到了 这些舰啊现身在花莲的外海 那其中呢包括有我的我成攻击舰的巡防舰 这个张谦军舰和中国大陆的052驱逐舰 地水舰都发现了在澎湖的台海中线这边相遇了 我们要来看看052D他的战力对我们来说 具有什么样的威胁 那其中其实也有人聊到说052D他有舰对舰 还有防空的能力特别的强大 具备什么样的杀伤力 我们请舰长来告诉我们 首先我要说一下 就是大部分人都不太了解海军的作战 这些舰行什么的 神盾舰是现在所有海军的梦想 我们都希望有神盾舰 我当初在武获市的时候已经是将近20 30年前我就在负责叫做小神盾 我们希望做一个小神盾 但是一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做成 包含发展了十几年在我们的中科院 他们自己在发展神盾系统 那做到我知道吧 30年前他们做出来的成果海军在 战术评估的时候说不符合海军的要求 所以最后这个案子就放弃了 所以现在台湾的所有的战舰 都不是神盾舰 那全世界所有新造的海军的 只要他是一个强国海军 他几乎都在造神盾舰 那为什么神盾这么重要 我这样子讲一个 所有的战场都是毛与盾之争 不是毛就是盾 你盾很厉害 我毛发一个更厉害的 你发现哇这么厉害 你盾又发现就两个争来争去 记住今天这个神盾舰叫什么 不是神毛舰 是神盾舰 意思就是说他不是攻击特别厉害 他是防御特别厉害 那他防御厉害在哪里 我说给你听哦 军舰上的这个雷达 就像我们一个人 我站在这里 身边八方都有东西可能来攻击我 我站在这里呢 我就拿了一个单头望远镜 因为我不是只看眼前嘛 我要看好远 可能几百公尺几千公尺之后 我就拿望远镜这样子顺着这 然后我这个椅子能够自动在原地转 然后就这样转转一圈 在军舰上面雷达就是这样 这转一圈也许4秒也许8秒也许12秒不一定 反正就是单一个眼睛在这转 那你去想想看我发现目标 如果说我6秒转一圈 你那里来一个目标 我刚好过了这里那里出现 就是6秒之后我再看到你 那我再看到你我还要看到你哦 因为你知道你那个眼睛可能是很窄的 它可能跑到上面下面 总之雷达去发现目标 其实是有很多的变速在里面 一般的人都是想说我去看这个 那不是有个东西来就一定看得到吗 不一定 这是一个 所以你知道传统的所有的战斗系统的雷达 就是我说的一个人拿个单头望远镜 神盾是什么呢 我举给你听 神盾啊 我不要你旋转了 我同时像老美的第一艘神盾舰 它有多少个拿单头望远镜在看的 5000个 将近5000个 就是它一个一个的发射的那个雷达发射波 因为所谓的拿单头望远镜就是这个雷达有个发射波出去 那个东西在雷达的数据里面叫做溃送角 它就是一个在这转 它朝着它就堆着打个波 堆着打个波 堆着打一个波 那这一个机械的旋转很费时 而且它上升下有很多空域 那我现在怎么办呢 5000个 360度给你排满 一圈排满 两圈 三圈 四圈 所以它360度随时都有 然后高度也许是15度一个波打出去 两秒钟 整个空域全部搜索完一遍 搜索完毕之后 所有看到的目标 我就知道它精确的位置 以及它的航向航速 我可以立刻肆意打击 我两秒钟我就可以 保证我看到任何一个方位来的目标 而且发动我的这个攻击去攻击它 所以你就知道它第一个什么 它密不透风 我刚刚说真的一个人在那转 你先看看它有多少漏洞 但是神盾系统的项链雷达密不透风 密不透风也其次还有更重要的第二个 它反应极其的快 它从接触到建立追踪 决定说我要去攻击你大概两秒钟就结束了 所以 这种的战斗系统在现在的战争才能够存活 那现在的我们说矛就是飞弹 飞弹越来越厉害 不要说像那个阴急21 中国大陆最近的阴急21 你看那个速度快到那个低步 几乎全世界都没有办法防卫它了 就算用雄二的好了 雄二是不是很慢 雄二只有次因素啊 你记不记得上一次那个俄罗斯的莫斯科号旗舰 那艘船好大 它有将近价值啊 我算一下它的价值大概是200亿台币 要造那艘船 结果乌克兰发射了一枚 类似我们雄二的次因素的工船飞弹 打成了 那艘船的那个飞弹的造价不到2000万台币 大的船是200亿台币 1比1000的CP值 但是说是不是俄罗斯这艘船上的人 带乌子手对不起 它的系统就是要那么久 它没办法 所以说只要你不是神盾的 面对现代化的工船飞弹 几乎没有很难防 那现在谁有神盾啊 神盾啊 动无两滴就是神盾 从美国 雄二滴 美国从大概三四十年前开始有神盾 巡洋界神盾那是三四十年前后来接着是日本游 再后来是韩国游 这是他给他们 寄鞋的去生产 对他是寄鞋他生产他们去协助的 那现在都老了 而且早年三四十年前想看那个雷达的技术呢 灵管的技术都好大一个啊 中标命 现在全都说你只要想手机你就想就知道了 三四十年前那个手机就是打个电话可以打人的 对不对 对那现在想到这个样 所以所有都微信化 那中国大陆的好处啊 最大的好处 他军事科技技术追上来了 然后他所有的船 几乎都是最近十年 十五年之内建造的 十年之内他大量建造的 所以他的船 都非常的精致 而且他的项链雷达的技术 又比老美的项链雷达 更进步 如果说老美是密不透风 他是老美密不透风的 更三倍四倍 我有专门的去研究过这个东西 我才知道说哇他们的神盾系 他们叫做中华神盾 那是非常厉害 洞无两滴 这次跟我们这个张牵舰 对视的那艘船就是神盾舰 洞无两滴7200吨 张牵舰4200吨 这两个你知道个子就差很多 那你说洞位不是重点吗 洞位不是重点 但是你接着看他的船上的打击能力 打击能力 我意思说这个船是神盾系统 对不对 他有64个垂直发射架 老美的垂直发射架的宽 就是方的嘛 是63.5公分 你知道中国大陆 垂直发射架的宽度85公分 他比人家大 所以他每一个里面 可以装更大颗的飞带 所以是火力不一样 这是不同的档次不同的等级 那你说他跟老美的神盾舰比 哪个厉害 我说他厉害 为什么 他是后发先至 他是后照 就这么简单 那他跟台湾的怎么比 没得比 那我不要比 那两个是不同的档次 张谦军舰啦 张谦军舰是我当初接舰的时候 那已经是将近30年前了 那个时候 30年前了 现在都还在用 30岁了 然后中国大陆的所有神盾舰 大概都在10年15年之内 OK 他们又年轻 他现在还在招啊 都在招 他动物更厉害 动物2T还算 还是他的刺激的 还有动物4B 还有呢 他有将近要100艘的神盾舰 真的是不得了的 他最近新造的舰就是10年15年之内 新造的舰的叫做垂直发射管 我刚刚是不是有跟你讲过垂直发射管 有4600多个 那你说刚刚说对上老美主要是在火力上面 因为他可以装的炮弹比较大 比较量体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攻击力 你一定要说他用什么飞弹 那老美的话大概就是鱼叉飞弹 鱼叉飞弹已经2030年了 中国大陆的飞弹都是鹰级 鹰级什么什么什么 都是很新 尤其鹰级21 还给打了呆空这样掉下来 几乎是根本没有办法防 那侦测系统呢 侦测系统就是他的项列 没有他的雷达又比他好 因为他有一个东西叫做真的很专业的 中国大陆的叫做有源项列雷达 美国的叫做无源项列雷达 有源跟无源的差异是什么 那个可以上大概一个小时的课 没关系 差异很大 对反正就是更精密啦 有源项列更精密 然后可以侦测到更细部的 各种的功能都比较强 真的是好很多 是 对那我们也要来看到这个052D 它是驱逐舰嘛 如果我们要搭配航母 因为今天跟舰长聊到说 海上的东西这么多 搭配航母到底 一个航母周围要有哪些东西 配合他可以发挥最大的战力 也包括052D这种驱逐舰在内 舰长也带我想要了解一下 基本上 记住航母就是一个叫做 海上移动机场 航母本身没有任何的叫做 这个船本身没有叫做战斗力 就是我打的是飞弹去打谁 他只能自卫 就当别人要打他的时候 他有叫做自卫的武器 这样方程把他射速很快的啦 好比说像RAM的那个叫做 公羊飞弹啊 都不是 当你要打我的时候我防我自己 他不能防别人 那他整艘船的功能 就在做一件事维持我的战斗机的旗架 他就是维持我的战斗机架 就所有跟我们有一个叫做航母战斗群 旁边有一大堆别的 我等下一个说他别的东西 所有这些别的 不是像一个老大出去有四五个小弟 我们去打群架不是 所有旁边的小弟都是在保护这个航母 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 我们就在保护你的航母 那有哪些东西 第一个他们正他的头顶上有一个叫做空颈雷达 不是空颈机 像什么空颈600 对对 那那个东西是在做什么呢 他就是一个战斗的指挥中心情报中心 他飞的很高 是不是就把整个空域就看得很清楚 有任何攻击来水面目标也好 战舰战机来好 我都看得一清二楚 然后都在那里做好 然后我在这里 他传给谁你知道吗 他不传给 航母他传给底下的有两艘大型的叫做巡洋舰 老美的就是巡洋舰 那在中国大陆是动物大区 动物他有1250个人 他比那个老美巡洋舰还要大 那就是动物是有两艘 这两艘是轮流指挥 负责指挥作战这个整个战场 这两艘船有一个在当直在指挥 他指挥调度所有现场的船 除了这两个指挥之外 如果你现在在这艘船在指挥 这艘船就是接受指挥保护航母在作战 还有三艘驱逐舰 五艘他张开了一个也许200公里 300公里半径的一个网 就过在航母的四周 所以你说这航母战路群 平常照相看他的一堆围在一起 对不对 实际在海上 如果我们现在是属于作战阶段 你走到外面看 什么都看不到 然后回到战警室那个战警室那个荧幕 这个谁在哪太远了 都是几百公里 你怎么会看得到别人呢 整个布置在那里 有一个在指挥车的五面 他们都离航母很远 我以为都是在附近保护 没有附近已经来不及了 就是两三百公里 除了这五艘战斗机以外 还有两架 通常有两架战斗机 一直绕着大概四百 五百公里的这个半径在这里 两架一直在巡逻 他发现任何不明目标的时候 好比说其实所有的目标 空空目标 海上目标 他在依据这个规定 他都要发出他的讯号 好比我是哪艘商船 我从哪来什么都有 但是关于他没有讯号呢 有一个目标我看他对我来呢 叫他也不理我呢 所以呢他就会怎么样 叫这个战斗机飞过去看他是谁 他就会去鉴别 如果发现他可疑 他会警告他你不准进来 进来我就打 这两个战斗机在这里 一个空警机 五艘战斗舰对不对 还有两个 核子潜舰在底下 而且一定是核子潜舰 我先跟你讲为什么不是核子潜舰 一般的柴油潜舰速度太慢 他大概跑不到20节22节 像我们的海洋海湖只能跑22节23节 航母多快啊 航母这样子可以跑到30节 跑30节这么快 那你说他也有个20节跟着他 所有的潜舰就是他的电瓶是保的 保保的 好比说海洋海湖 完全百分之百的电瓶 到水下 他如果跑急速两个小时整个电耗完 所以他如果要去执行 他一定是很慢很慢的 三节五节 他可以在水下耗个也许两天三天 在这电量用完之间 他就要上来充电 你记住 柴油潜舰的电量 就水下的电量就如同他的油料 这个东西 所以他那个电脑随时都在看 我们电量还有 那个电量还有多少 叫做85 59 那我就要准备要上去要充电啊什么的 那个是他要命的东西 所以一旦作战 瞬间加高速躲起来 那都会很耗电 所以叫他去跟这个叫做航母 完全不可能 只有盒子 所以盒子攻击潜舰 美国有大概有六七十艘哦 中国大陆现在也有很多 但是一定是盒子的 如果说有柴油潜舰跟着他 那只是演戏 就好像最近 他们那个海军节公布出来的时候 有盒子 柴油的盒子 柴油绝不可能去保护 航母他保护不了 因为那个航母就是一个 大卡车出好快 柴油的就是一个小孩子 骑着一个小三轮车 你根本追路追不到 你怎么可能去保护他呢 而且柴油要起来呼吸 还要呼吸 对啊 盒子不用嘛 所以就是盒子 那这样看起来 如果整个战斗群出去 你觉得最重要的是哪一个 还是他没有最重要 他就是一个集体作战 所有东西最重要的就是 叫做航母上面的战斗机 是战斗机 有一次你要知道 这个美国在二战的时候 有一个航母在靠码头的时候 然后那个舰长因为不是飞行员出身的 因为他有时候靠码头船很大 那个岸上的风也很大 就是吹着他没有办法靠得很好 你知道 他就叫那个战斗飞行员 把那个飞机这样裂在那里的飞机 就转到那个启动 他就有一个推力嘛 虽然飞机在那里是固定在飞机上嘛 吹他 是不是去跟那个风抗衡你知道 当场被骂 你们存在的价值就是战斗机 你拿战斗机来辅助你 这个是完全错误的观点 他的一切的一切就是战斗机 航母没有战斗机 这整个战斗群都可以回家去了 就不必了 因为那你说为什么战斗机这么厉害 因为现在没有制空就没有制海 什么叫做没有制空就没有制海 你去看 战斗机要攻击一艘水面舰的时候 水面舰多大 所以他的弹头要很大 砍撞上去 因为他的弹头很大 所以他的弹体就很大 所以他一攻击飞行的攻击距离是 400公里 500公里 甚至上千公里他可以跑很远 因为他的弹头很大 可是去打飞机呢 飞机 转这么快 所以你飞弹也要飞很快 然后例子要有一公斤的炸药 炸到了一个飞机的翅膀 这飞机就结束 所以 攻击飞机的飞弹都很近 但是他飞很快 赚很快 所以当 我不是说你是水面舰在这对不对 我是战斗机来攻你 我500公里就可以打你了 那我当然在400公里我就打了飞弹 我就掉头走了 你呢 你大概要等到100公里你才能攻击我 因为你的距离很近 因为你的弹体小 这是为什么你看动物量低 我说如果他是防空飞弹 他那一管可以装四枚 但是如果你搭水面舰只有一枚 这就是差这么大 就是弹体差太多了 那因此如果今天海军在这里作战 我没有任何空军保护我 我全程都是爱打 所以他们的可能战斗机就一直过来 咚打一个公船飞弹他就走了 咚打一个飞弹他就走 我就在这里一直拼命的自卫 我只能自卫 我是一个缩着手在这里自卫的 空军是伸了手在这里打我的 我怎么跟战斗机打 所以你发现战斗机 是作战里面自控是第一优先 这是为什么我们花了这么多的钱 去买F-16 对不对 那第二的就是海军 但是海军如果没有空军 基本上海战没办法打 但是海军空军都输了呢 这时候才陆军上 这时候才陆军上 陆军上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很凄惨了 你就可以想象到 而且事实上陆军上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自攻自海 基本上你也是爱打 你根本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就是海军跟空军的这些差异在这里 是 今天好像没有时间 本来想要请舰长来跟我们分享 他在舰上面的故事 但没关系 就是因为讲不完 所以才有下集 是 我们就可以听更多 有关于舰长在船舰上面的一些刺 因为我今天本来 请他分享一些比较刺激的一些生活经验 但下次吧 好 那今天正片 谢谢 我们就请观众朋友期待 9点也有黄建长的一起参与 晚上见 拜拜 好 谢谢 再见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 观众朋友期待